我的观众是 台北市的超级尽数医疏徐超群 是提到公会跟美国核心医疗政策 回国之后到的平安奉顿 会尽快医疗10万年 以资会各备尽快车 再到有本有数和和理事 跟无疑似增淘汰环架来看白 又和庚保局安理到 关心平衡医疗纪归 应由中华民国医师公会 全国联会办法台湾医疗典范奖 以台湾行踪 结果台湾之光的变化 由于蔡依宇和健康出政会 理事长王家中 和全能为回复主委翁张良 经常给徐超群医疏 因为他对民国93年开始 就到了平安奉顿医疗博物 在中华民国医疏公会 全国联会办法台湾医疗典范奖 医生一般来说 要像徐医疏这种才有爱心 才有心的 要去偏向服务 这是很不简单 一般都要求在家里 要赚到大一项 不敢说要受风受好 出在外面 退这偏向服务 这是人心人素 加以关 我们这里的很多政家 我们这里的市场 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今天 我特地跟我们常道协会 房理事长来挣扁 给我们徐医师 也感谢徐医师一路来 替我们偏向地方地区的一个关心 今年57岁徐超群在民国86年到美国特色室 发行医疗政策 民国53年开始在国内到立平安 充电的顺利医疗博物 它够要顺利医车 载到有物有书含乎理书 到无疑书的增后带人看病 跟着都市发的结果 越大都市医疗越方便 但是越偏向化就医疗越缺乏 这个缺乏就是会造成恶性循环 如果没有一些资源的投入的话 这些偏向民众是很辛苦的 就是提供的出国特色 希望发挥专重贡献收益 徐超群和健保救安逸 专门性关心变向医疗技卫 因为在这些地区 一位医师博物超过2600人 就算是医疗主管不足的地区 2600人以上 我们把它认为说 它是一个比较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 这个地区我们就会把它 会划出几个乡镇 认为说这几个是需要 我们需要去的 结果根据我们的统计 我们的嘉义 嘉兰 嘉云林地区 是全国最多这样的乡镇的地方 所以我们目前全国 大概有120几个医师在做这样的工作 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在嘉云南这边做 刚才当然研究他在开工的过程当中 他也记得做一些偏向医疗的一些 他的经验 包括他的想法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制度性要改变 要鼓励我们的医生能够做下乡的 相关的医疗行为 当然这还涉及到很多制度上的设计跟改革 我想这一辈来在嘉予政府 如果在卫生教育部门包括健保局可以跟徐医师救教 到底要让嘉亿县老人人口这么多的一个偏乡 能够让老人家在就义上可以更方便 可以更便利 我想徐医师这十几年的经验 绝对是一个国家制度改变最好的经验 徐超群表现 每星期过去设定点博物 欢迎台北分都是因为三高定万成一倍 也许老师端 幼生不疼 配付减 甚至这三十几点不够经验 做超音波检查 现在欢迎台北分之和朋友 先行口咬红台北七彩方不得 转发